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终于要落幕了 拜登当选了这一届的美国总统 虽然川普现在还拒绝承认失败 甚至于他扬言说 他绝对不会参加拜登的总统就职大典 可是呢情势应该已经难以挽回了 而且呢据刚才的美国媒体说 他们好不容易拍到川普在败选后首度现身 结果呢当民众看到他以后 居然有数百个人对他不但比了宗旨 而且还大声痛斥他 叫他滚蛋骂他撸色 然后呢据媒体说 当他们看到这一幕以后 他们疑似拍到川普的眼眶 似乎泛着泪光 我们先不论川普到底是真哭还是假哭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 只不过川普你要是真哭的话 那我会觉得非常可惜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一哭哭得有点晚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要是在选前 能够聘请民进党这个B2点的垃圾政党 帮你去打这场选战的话 我相信因民进党这种下贱无耻 只会诉诸悲情 只会诉诸什么雇主权爱台湾 然后呢 他会告诉你什么时候该下跪 什么时候该痛哭 你要是能够在选前 让民进党好好教你这些选举奥部的话 只要在选前一页 你忽然下跪痛哭 哀求全美国老百姓告诉他说 要是不投你的话 美国就没有办法再次伟大 美国就没有办法跟中国对抗 我相信要是选前那一页 你有这么做的话 那现在眼泛泪光的就不是你而回是拜登了 其实呢 虽然我刚才说的有点缩小的成分 但是呢 我们静下心来想一件事情就是 川普你今天所遭遇的这一切 孰定自知 不就是支持俄国而已吗 光你不顾美国老百姓因为新冠肺炎 已经死亡超过20万的这个事实 反而还带着你自己已经揽病代元体的这个身体 在美国为了选举到处趴趴走 像这样子明知道自己是代元体的 但是还在美国趴趴走 把病毒传给老百姓的行为 请问这跟带刀预谋杀老百姓有什么两样 因此呢 像你这种有预谋的杀人犯 老天爷不惩罚你 那惩罚谁 因此呢 诸恶莫作 免得遭报应 这句话真的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川普像你这样的人一点都不值得同情 你下半生最好在监狱度过 才是对你对美国这个国家所造成伤害 最好的补偿 不过呢 反观台湾民进党这个标点的政党 你好像还没有从川普败选这件事情学到教训 现在民进党所有的绿色民代 以及支持民进党的这些垃圾媒体 他们又开始铺天盖地的 开始想要带风向 想要告诉大家说 其实他们对拜登跟对川普 他们的支持度是一样的 他们从来没有厚齿薄比 他们从来没有打击过拜登 也没有发动台湾的媒体跟网军 极力的抹黑拜登 称赞川普 把川普说成对台湾最好的人 把拜登抹黑成对台湾最差 而且会亲中卖台的人 我就想问拜登 你听到民进党他们讲这种屁话 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而且呢 我可以告诉台湾老百姓 想要希望民进党这个比二点政党知错能改 就像大家希望川普知错能改一样 那是不可能的 只有把川普跟民进党 这两个比二点的政党跟比二点的人 通通送到监狱里面 关到死 台湾跟美国才有天下太平的一天 所以呢 接下来我也来感一下流行 就是最近不是有一个未来人 他本来预测很多事情都预测的非常精准 结果呢 这一次预测川普本来会当选的 结果川普落选以后呢 他就立刻从一个时空穿越者变成一个神棍 但是呢 我不想当神棍 所以呢 我就以一个普通老百姓 以我的眼光 我们来预测看看 台湾跟川普他们在继续作恶多端 他们在继续死不认错 他们在继续祸国殃民下去 他们会分别遭受什么样的恶果跟下场 我们先拿川普来说 我觉得川普现在为什么执意要打官司 为什么死吧的这个位置不放 其实不是因为他不晓得他该下台了 而是我觉得他不下台有他的苦衷 他的苦衷就是前几集我曾经说过的 我觉得川普现在应该遭遇到非常大的财务危机 尤其是他的企业 他要是不坐在总统这个位置以后 他的企业可能会立刻面临破产的命运 因此呢 川普为了怕他的企业破产 连他的身家细命都不保的状况下 他才死皮赖人的 想要继续在白宫混下去 这是我的推测了 因为我从侧面了解 川普的企业已经亏损了好几十亿 接近百亿了 这个洞绝对不是川普现在的企业 或是以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可以补得回去的 因此呢 川普要是会坐牢 应该不是因为他死皮赖人 待在美国总统这位置而坐牢 而最有可能让他坐牢的原因 应该是他的企业快要破产了 到最后因为背信或是违约 或是失去企业的公信力而坐牢 这是我对他接下来 他要是离开白宫以后 他的下场所做的预测 而拜登这个新科美国总统 他当选以后 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呢 我的预测是 第一个他应该是会先注重防疫 第二个他当然是要跟中国好好和谈 因为我相信他应该知道 要是跟中国作对 继续打贸易战的话 对美国绝对没有任何好处 而且呢 拜登从头到尾 他都在强调 美国的敌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俄罗斯 而且呢 现在很多迹象都显示 其实自从川普上台以后 为什么美中之间产生了这么多从贸易战到科技战的很多摩擦跟冲突 美国为什么只把中国当敌人当对手 而忽略俄罗斯 现在有很多迹象都显示 这一切似乎都是俄罗斯在后面搞鬼才造成的 而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做到底也很简单 就是他希望中国跟美国两败俱散以后 他才好做渔翁之力 那是不是罗斯所说呢 我们可以等拜登当选以后 接下来看他怎么做 我们就可以知道俄罗斯到底是不是幕后的真凶了 因此呢 当拜登要是重新把俄罗斯所定为对手的话 那他跟中国就势必要和解 因为不和解的话 俄罗斯万一跟中国联手的话 那美国就绝对不是对手了 所以呢 我的预测在经济上就是 美国跟中国一定会达成和解 所以呢 接下来不管是美股也好 或是大陆的经济 应该都会开始反转开始变好 当然这是在疫情完全解决之下 在疫情还没有解决以前 我相信美国跟中国之间两国的冲突 应该会慢慢的和缓 那到最后会不会如我所说 大家就拭目以待吧 最后呢 我们当然也要讲一下台湾 那台湾的预测起来 其实是所有要预测的事情里面最简单预测的 就是反正台湾民进党这批不要脸的人 包括绿色媒体 他们是不管是法家弯也好 急转弯也好 甚至于360度后空翻 反正只要是转弯的事情 他们都会做 因此呢 就算他们之前怎么样捧川普 把拜登骂到18代祖宗 都不像人的这样的状况下 但是呢 他们现在看到拜登当选了 他们的嘴脸一定会换成另外一副 下奸无耻惨媚的样子 立刻回来跪舔拍灯 当初他们怎么惨媚川普 怎么巴结川普 怎么跟川普下跪的 他们现在也会用这样的办法 十倍奉还给拜登 不信的话 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看到 不管是民进党 还是绿色这些不要脸的媒体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跪舔拜登了 来大家可以看这个新闻 这个绿色新闻不是讲吗 要是拜登舔贡的话 那民进党怎么办 怎么办 就一起舔啊 大家看到没有 真的是全世界没有看过 这么舔不知识 这么下见无耻 这么的自己打脸自己 却还可以依然装住没有是人的媒体 反正我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大开眼界了 我是大开眼界了 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有这么 不要脸的政党 以及不要脸的媒体 他们就是靠着厚颜无耻 狗活到现在 只不过呢 最愚蠢的应该还是台湾的老百姓 以及那些 以为台湾还会在 民进党手下独立的那些 老台独分子 你们看到没有 你们所支持的民进党 是这么的下见无耻 这么的说转弯就转弯 说舔贡就舔贡 而他们做这样不要脸的事情 居然任何理由都不用给 只要给你们这些愚蠢的支持民进党的台湾人说 没办法 美国爷爷要舔贡 我也必须舔贡 这么无耻的话 你们要是还能接受 而且毫不怀疑的 还要继续支持他们下去的话 那我也只能佩服你们 老话一句 就是癌症还可以治 但是蠢真的是没有药可以医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